星期一 星期一 哈喽朋友们 今天是星期一 我现在已经到家咯 我正在吃一个冰锅 是这个奥利奥的 巨好吃 我超级喜欢奥利奥的东西 这个冰锅呢 就是 吃起来有点麦炫风的感觉吧 但它比麦炫风更奥利奥一点 因为它外边这个脆壳都是奥利奥 然后人生特别特别好吃 然后 我今天回家之后 收到了 一个东西 好像没跟你们说过 我前一周要去烤利奥斯 咚咚咚咚咚 然后我今天收到了我的 成绩 偷偷的给你们看一小点吧 咚咚咚 其实呢 我个人并不是特别的满意 因为我这一次就是 基本上算是将近裸烤去的 但是我这么说肯定好多人都会说 哎你在这吹什么牛 对吧 但确实就是我觉得这个成绩我不太反映 第一是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刚 就是只是 算是反映了我的正常水平吧 但其中有两个小分 我不是特别的满意 我觉得如果我要是当时就是 再多花点时间 好好复习一下就好了 我就是烤前过了一遍而已 就没有怎么太 好好下功夫 然后我觉得就稍微有点遗憾吧 但怎么说呢 总体来说 这个成绩就还可以吧 然后 然后 然后我等着他们回来就要吃晚饭 我好饿 我今天超级累 开了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五 五 我为什么举起了相机呢 因为现在我非常的自豪 跟你们讲 我们 因为不是快要搬家了吗 所以中介就是 他还是会带新的人来看我们这个房子 于是我们昨天就用了四个小时 把我们家收拾的焕然一新 现在非常的干净 终于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家的什么样子 你说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大门口 然后进来呢 这是一个门厅 就是整体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鞋柜 然后有一个放大衣的大衣架 然后我们的灯 我们的镜子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三个人学习的地方 有一个大桌子 就摆着我们东西稍微有一点点的乱海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可以挂包的地方 往这边来呢 这个是我们的厨房 就是这个位置就是我经常跟你们做饭的时候待的那个位置 一个大冰箱 然后一个就是这样子的厨房吧 然后下面就是超市 所以还蛮方便的 这个地方采光还比较的好 然后再往前走呢 就是到了客厅的话 这么转过来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大的空间 然后我们有一个低毯小桌 我们经常就在这吃饭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大转角沙发 然后有一个大的这个窗户 然后我们的购物小车车 我每次去寄货就是拎着这个去 然后这个地方现在被我们放着我们的行李箱 然后往这边走呢 就是这两个屋子分别是两个卧室这样 偷偷给你们看一下下吧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就是我经常给你们录我的卸妆啊洗脸啊什么的 就把你们摆在那个地方录 然后这上放着我们的东西啊什么的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浴缸 差不多pretty much就是这个样子了 主要是我们收拾完之后 这个客厅明显的明亮了很多 anyway 我们刚刚买了那个 我们刚刚订了外卖 订的是一大包这个寿司 然后里面是我们买的这个 哇好沉啊 它这个box质量很好 我们订了一个寿司盒子 它这个box你摸它不是那个那种 它是一个海情瓷式的box 哇 然后 哇 超级爱吃熟酸 哎呦我也要坐下 然后我们经常就是一起坐在这个小猪猪这吃饭 愣让我们搞成了韩式吃饭 那我们开吃了 给你们推个浸简看一看 我超级爱吃寿司 尤其这边的生鱼都特别的新鲜 这个最好吃了 外面裹着三文鱼里面是cheese 超级好吃 好了我们要吃饭了 我们今天要看的电视节目是什么 我们要看的是快乐 他最近迷上了nonon 我们来吃饭了 我的小狗要挑战的是泡沫之下里的绿西 嘉鞭要挑战的是小食 嘉鞭要挑战的是小食 嘉鞭要挑战的是 嘉鞭要挑战的 你的嘉鞭 你觉得这个对小狗挑战很难 她没有采加过韩坛的那个档 她在韩坛的那里她当时做的那崖 今今未知 你说的最甜蜜最浪漫的话是什么 那应该是早点休息吧 早点休息吧 早点休息浪漫在哪里 这什么意思不想聊了呗 我认为真的不好聊 我心里有点水 小本这句超难说的 这句非常非常的偶像片 妈 太游泥了 它很适合你 其实是适合你的 小鬼 要不然就这样 上天这么折磨你 她是唱Rap出来的 她是参加中国有嘻哈的当时的 就是为了感动可爱的我留给你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六 我现在为什么素面朝天的出门了呢 一级 我们要回我们原来上学的那个城市 去入住我们新的那个房子 就是今天只是跟房东拿钥匙签合同而已 具体的搬家还要在等 好 走 OK 走 我突然知道咱们家那边没有电梯好了 对 咱们走这边或这边更近 我们现在已经上了火车了 但是我现在给你们录的很尴尬 因为我周围坐着全是人 他们都在看我 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尴尬 他们本来就会对说不同言的人非常的好奇 然后我拿着相机在这自己跟自己说话 Anyway 我们现在已经在火车上了 然后我们一会就要回到我们原来的城市 我们刚刚买好了早饭 我买了一杯咖啡 然后咧 还买了一个小牛角包 我昨天新涂了一个支架油 但我觉得好丑啊 我觉得贼血手黑 我觉得好丑 老头发紫的呀 嗯 我昨天 他不打着一项赞 自己呢 看她算了 到记录了 了 小林 的 feelings 怎么 knows dili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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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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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茜茜茜 本来说想让那个贵姐给我试一下 迪奥新出的那个backstage那个系列的粉底 然后她拿美妆蛋卡卡卡就在我脸上抹呀 抹完之后全都给我抹得乱七八糟的 气死我了真的是 anyway我们现在要回去了 可能一会儿路上我们两个就会睡晕过去了 那我们到巴黎再见 我们现在要吃晚饭了 我们买了很多很多的好吃的 开始买的刚才他们买了啤酒 我们三个人的都是不一样的 我挑了这个 然后还有其他样子也不知道好不好吃anyway 然后还弄了一个小餐前冷盘 完了我们点了煎饼 就是很混搭的一顿饭吧 然后这个是羊肉串和那个凉拌豆皮 我这也拿了 那只有五串 四串 好贵呀 这羊肉串 好了我们要吃饭了 好贵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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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贵add وال哗 你好朋友们 现在是星期日早晨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昨天晚上的那个啤酒 感觉那个啤酒劲儿还挺大的 然后我今天就睡得超死 一直到早晨10点多 11点才行 现在是几点 现在11点多 然后起来之后就头有点疼 但其实我也没喝多少 我就喝了一点 就是喝了可能半瓶都不到吧 但是挺好喝的 因为这边的啤酒都特别的浓 之前我在国内的时候 就还没来法国的时候 跟一些当时的法国朋友 就是一起出去 然后他们就觉得 在北京就是喝的那个酒 他们就觉得跟喝水一样 然后都巨能喝 我当时还想着 我说法国姑娘都这么能喝的吗 完了来了这边我才知道 因为他们这边的那个酒吧 就真的是浓度特别高 就特别浓 即便是啤酒也是 所以我在这边喝过一些啤酒之后 再回国喝国内啤酒 确实觉得国内啤酒 就像喝水一样 就没什么感觉 anyway我现在是早晨刚起初 感觉最近皮肤好像 还可以 虽然还有很多豆叶 但是感觉皮肤的质感变好一些 乔 马哥特别喜欢我做这个 他觉得这个小肉球特别可爱 好了我的咖啡也做好了 好污了好污了好污了 来吧我们现在吃早饭 哎我觉得最近真的是又开始想买西服了 昨天去我上学那个城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城市可能就是人流量没有巴黎大 反正就是那个城市昨天去逛逛ZARA 哎呀太好逛了好多好东西 然后就买了几件小T恤还挺好看的 本来想说跟你们做那个就那种穿搭视频 那时候感觉我胖了 就有点不太好意思 拍了现在 哎我再纠结一下吧 我再想想 我先吃早饭喽 Hello 我现在吃完早饭了 我的两个室友们又睡着了 我还没有想好我今天干嘛呢 然后我刚从冰箱里拿了一个买的桃 我特别爱吃桃 但是因为这边没有卖就是每年夏天在北京能吃的那种 就是苹果大桃啊什么那种大脆桃 我特别喜欢那种 然后我这个就是那天在超市买的 它叫白桃 这个被我咬了一口可能有点恶心 但是我是为了给你们看它里面那个果肉 是那种白色的果肉 然后我们昨天洗的 但是没来得及吃就放到冰箱里了 结果没想到冰了一晚上之后 现在这冰的好好吃 这有一种吃水果冰的感觉 而且这个还挺甜的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吃的 今天外边感觉光也不是最备好 可能也没有办法拍视频 我感觉自从实习之后 真的是很难平衡 就是生活和拍视频这个 因为平时之前上学的时候 不可能是每天课都排满嘛 你在周中总有那种没有课的时候 不管是上午半天还是下午半天 可能正好遇到有晴天啊 或者太阳好的机会就比较的多 就周中也可以拍一些视频 但是现在呢 因为周一到周五都是朝九晚五的生活嘛 所以肯定就没有办法在周中拍视频 周末呢就得非常看天气 但是欧洲这边的天气 你们也知道就是阴晴不定的 所以如果比如说万一这个周末 没有碰上好的天气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拍视频了 而且这个还都是你没有办法预料到的 不知道有什么车开过去了 就是你比如说看这个天气预报 说这周末天气好 但是有可能真的到了这一天 然后天气又特别的不好 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料 所以就很难平衡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感觉好像现在拍 Vlog